古代穷人娶不上老婆,怎么传宗接代?他们想了个办法,沿用至清朝古代封建社会中,有一句话说叫做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这句话是孟子为了批评那些不孝顺的人,但后来人都理解错话的意思,都以为孟子的意思是家里不生儿子,不完成传宗接代就是不孝。 在古人眼里,生儿子就是自己妻子最大的作用,若是自己有皇位传承,有家产,房产继承下去,没有一个传宗接代的人,这一切都会便宜别人,争霸天下的君主必须有敌传子寺,才能够稳定部队军心。 因为这样,即便君主突然因为意外离世,那也有少主可以主持大局,部队也有凝聚力,从此看出传宗接代的重要性,可古代也不是人人都能娶得起媳妇,那些没钱的穷人娶不上媳妇,那又该如何传宗接代呢? 古人经过时代发展,想出一种有备伦理的方法,你知道是什么吗?笑谈古今故事,闲话传奇生涯,欢迎订阅小豆之历史。 点七婚,什么叫做点七婚呢?意思就是一种婚姻的延续方式,是一段畸形婚姻,在中国历史上传承了一代又一代。 一直到了革命战争时期,才宣告结束,点七婚始于汉朝,始于新中国成立,起源于曲解这句话,天机地荒,点七卖自者,意思是天灾人祸逼的丈夫,只能卖自己的妻子,养活自己的孩子,这种被称之为点七,当时全天下因为战争频发,导致老百姓都活下去了,在古代娶妻都是需要三叔六聘,婚姻相当繁琐, 战争年代连饭都吃不饱,如何娶妻生子呢?为了活下来,就出现一个陋席,把自己的妻子娶回家,家里过不下去后直接把妻子当成那些死物一样。 点当出去换钱,这种畸形的婚姻,为的就是把自己的妻子卖出去,给对方生个儿子,传宗接代,这个时间一般都延续三到五年,上一前,双方都会谈论好价钱,避免出现其他问题, 点七,要看甲方的婚书,订婚制约,还有双方的聘礼,仔细询问这些细节,买方娶不起媳妇,也怕自己被骗了。 点七婚,非常注重契约精神,这种行为主要就是利益关系,更关系到买方传宗接代, 把自己的妻子卖出去一段时间,给别的家庭传宗接代结束后,再用少量的价钱把自己的妻子赎回来。 这就是点七婚的目的,随着时代发展,来到唐朝时期,这股风气更加盛行, 唐朝时期不仅是底层穷苦老百姓会进行点七婚,进行这种买媳妇赚钱的行为, 点七婚若是原主人到了规定时间,没能把自己的妻子赎回来, 那她的妻子就永远属于那个跟她交易的人,唐朝有些结了婚的混混,因为染上恶习, 喜欢上赌博,没了钱之后就会打起卖妻的主意。 而这些人通常就会拿着一次性的财富前去接着赌博,最后亏得血本无归,搞得家里妻离子散。 到了宋朝这个更加开放进步的时期,点七婚的发展达到了有一个巅峰, 那就是一些有钱人,为了一些新鲜感,就会跟其他妇人进行点七婚。 为了刺激和新鲜感,很多良家妇女受到点七婚这个陋习的毒害, 有苦难言,毕竟古代封建社会一直都是处于一种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, 女人就相当于丈夫的生育,赚钱,干活,谢欲的工具, 随着南宋被元朝灭亡之后,中国也进入了新的时代, 元朝时期草原人的生活风气更加开放, 虽然国家已经察觉出点七婚的弊端。 也知道这种行为非常不道德,出台法律制止这一行为,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用这种方式来传宗接代, 很多没钱的穷苦老百姓用这种方式传宗接代, 把自己的妻子租赁给其他的人, 借妻生子,为的就是能够延续香火, 这放在现代来说是一件非常令人难以启齿的事情, 可放到了当时的老百姓身上却是习以为常, 并没有什么不能说,不能干。 对于老百姓,这就是一件平常事来看待, 而到了清代这种点七的风俗更加嚣张了, 这是为什么? 因为顺治皇帝登基之后, 为了民生发展,为了清朝社会安稳发展, 虽然他延续了明朝初期的点七婚禁令, 但是为了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, 只要买卖的两家人符合法律法规, 有完善的结婚手续, 双方具有契约精神, 卖妻的哪一方需要是明媒正娶的夫妻, 本着双方自愿进行传宗接代, 这样的点七婚是受到法律允许和保护的, 这就是古人为了传宗接代衍生出来的手续, 这放在现代社会是被世人所不容的, 社会人伦都接受不了这种陋习, 但在封建古代却成了人们无法取妻后的唯一出路, 为什么会有点七婚? 点七婚的诞生是因为当时穷苦人太多, 才衍生出来的陋习, 距离我们最近的朝代就是清朝, 清朝前期百姓生活还算过得去, 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都是先民皇帝, 百姓的生活还算不错, 到了晚清时期, 曾经的八旗军成了朝廷的蛀宠, 大大增加了朝廷的负担,动荡, 战乱充斥着整个社会, 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更替, 或者遇到那些残暴, 贪婪, 沉迷女色的皇帝搞得民不聊生, 贫苦的生活蔓延在整个封建社会, 有的人连饭都吃不起, 但在封建的古代社会中, 传宗接代已经刻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中, 在古代几乎没有丁克家庭, 传宗接代就是人们使命, 而点期婚就成了一种社会漏洞, 是正式婚姻衍生的一种漏洞, 诞生后经过汉朝的发展, 慢慢完善成一种被世俗大众们能接受的婚姻方式, 为的就是血脉延续在封建社会中, 有钱人就是上层人士, 吃饱穿暖, 家里有钱, 子嗣成群, 在古代只要能养得起, 没有人会嫌自己生得多, 古代为什么会有三妻四妾, 这是为了自家的血脉延续, 妇人需要传宗接代, 穷苦人也需要延续血脉, 那没钱娶媳妇的人, 也不能就此自暴自弃啊, 于是点期婚, 这个混乱的习俗就诞生了, 为了能够传承家族血脉, 那时的家里的母亲, 都是为了延续血脉绞尽脑汁, 虽然点期婚有为道的伦理, 但是为了能够顺应时代发展, 诞生的一种陋习, 穷人进行点期婚, 这是为了能够有自己的子嗣, 和能够完成血脉传承相比, 那些道德伦理都不是太大的问题, 点期婚虽然遭受过压制, 但是不管在那个社会, 还是穷人比较多, 富人少, 很多人都娶不上媳妇, 他们都把传宗接代当成大事, 清朝末期的混乱时代, 更加助长了这种陋习, 迂腐封建的古代社会, 穷人很难有出头之日, 富人则是压迫穷人, 越来越富有, 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, 就变成了即便是再穷, 不顾道德伦理, 也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, 点期婚结束后, 女子在购买人家生活, 典当的期限也是有限制的, 有可能是两到三年, 或者是三到五年, 那花钱买来的妻子, 那就要好好利用起来, 努力耕耘, 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, 要是能生下一个儿子来, 那这笔钱就花得不亏, 被点期卖出去的女人, 往往会吃尽苦头, 封建社会束缚着女人, 她们都会有忠贞之心, 很少会出轨, 或者红杏出墙, 可被点档出去后, 新丈夫只要有时间, 就会强迫自己的买来的媳妇, 进行性行为, 她们被卖出去的那一刻, 就成了生育工具, 没有任何人权, 晚上受尽折磨, 白天还要下地干活, 会进行点期来, 传宗接代的家庭都是穷苦人家, 若是遇到家里有好几个兄弟, 有可能女子给哥哥生完, 还会给弟弟接着生, 苦不堪言, 古代的点期婚, 就是封建落后诞生的畸形产物, 她压迫古代女性, 让她们吃尽苦头, 在古代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思想下, 还不能反抗, 就像一件商品, 货物一样买来买去, 照之即来, 呼之即去, 点期婚在清朝时期达到了顶峰, 随后逐渐衰弱,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, 社会逐渐向正常, 健康, 文明的婚姻家庭制度转变, 但是点期婚这种现象, 并未完全消失,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 政府对点期婚进行全面禁止, 才逐渐流失, 点期婚的禁止, 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决定, 更是全社会的道德观念, 文化心理的转变, 点期婚因为其残忍人性, 不符合正常婚姻家庭的价值观, 以及社会伦理等方面的缘故, 被反复质疑和批判, 尽管如此, 点期婚仍然被广泛地记载在书籍和文化遗产中, 例如, 学者矛盾的小说时, 徐怀中的小说《却之灾》等, 都对点期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描绘, 这些文化遗产使得点期婚成为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符号, 理论上对今天的婚姻观念与家庭选择也产生了影响, 点期婚是一种极其残酷和不健康的婚姻模式, 尽管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, 变革逐渐被淘汰。 但是, 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训仍然不能被忽略, 随着新中国成立, 妇女能够撑起半边天, 她们都是独立的个体, 应当被所有人尊重, 点期婚告诉我们, 不应该把生育后代的任务全权交给女性, 男女应该平等地分担责任, 因此, 男性也应该在孩子的生育和教育当中, 承担自己的责任。 其次, 点期婚也敦促我们, 不应该把婚姻看成是一种利益关系, 婚姻是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 应该建立在尊重和爱的基础上。 最后, 点期婚向我们强调了人类道德和社会道德的重要性。 人们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, 而剥夺他人的自由和尊严, 只有保持人性的良心和社会的道德准则, 才能确保婚姻关系和家庭的健康发展。 点期婚, 是一种残酷而极端的婚姻制度, 其历史教训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和警醒, 对于今天的婚姻观念和家庭观念的建立。 点期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, 即应该建立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, 方能真正让婚姻与家庭走向健康和幸福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,